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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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提一杯 这杯呢 敬我哥我姐 你们俩位 我和少爷儿的事呢 操了不少的心 还连了孩子一起说过 三十好几的人了 有些话呢 休于说出口 行了 多在酒里了 妈妈 我要吃这个 吃 想吃什么随便夹 我也应该敬大家一杯 特别是您又 那么包容我 从来都不和我生气 还老是帮我 你们俩 今后得好好的 要再闹什么事 我可不管了 咱俩呢 过 这个以后 你跟少爷儿你们俩 都各自好好的 你得谢谢人家 是 对 今后该怎么做 我心里有数 原来 请燕子 来 我提一杯 对 为了咱们的友谊 为了咱们的生活 为了下一代 也为了咱们留下 和没留下的感情吧 干 见 吃 吃吃吃 又来菜了 打扰了田总 我们老板知道 您和简总过来 让我特意加两道菜 好 太客气了 老板呢 进来喝一杯 她本来是要来的 她本来是要来的 但是今天是二位的 家庭内部聚会 就不打搅了 让我周二位和嫂子们 还有孩子们 用餐愉快 谢谢 那我就不打扰了 有事 请您分会 好 谢谢 你去那洗手间 行 我也去 嫂子呢 我没让她们这么说 看什么呢 带妹妹玩去 行 走 妹妹咱先到那边玩 笑什么 怎么了 你和简红成 怎么没在一起啊 我们俩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们俩以前的事情 我都听说过 我们都觉得 你们挺合适的 这个世界上 如果有绝对的不可能 那就是我跟简红成 人家都觉得 我跟宁又是大嫂了 你不喝就回去啊 你喝多了 我跟宁又 我们俩什么关系 你 你们最清楚 我必须清楚 我 我 我啊 还亲身经历了你们俩的 你 孝元恐怖爱情故事 什么 什么恐怖 怎么 怎么 怎么故事 你怎么能够装糊涂啊 没有 不接上啊 没有 你说还是我说 你说 是吗 在 某个 寒假呢 在某个 暑假呢 寒假说对了 是吗 寒假 对 可 可 可能 可能 寒假 放假大家都回家了 宋室里应该没准了 咱们女生宋室上刘大妈呀 就隐隐约约的听见了这个 外面 就急的是 突然间 还伴随着一声 呐喊 您好 我喜欢你 就你 刘大妈的嘴 第二天 全校都知道了 教导主任都知道 你 你不知道 我 我 知不知道呢 我 不是 你觉得可能吗 那 非常可能 我觉得你可能有病 你这太饿意了 还有 还我更饿意 嗯 梦想的天空很大 我就在你的街毛下 怎么 唱出新疆伴呢 是不是 你看就这么唱 梦想的天空很大 我就在你的街毛下 真觉得挺可笑的 你说在外人员里 看咱们几个像两家人 过着过着 咱们四个生生过成了四家人 那多多益善呗 来 好 梦想的天空很大 我就在你的街毛下 我就在你的街毛下 唱得太难听了 在你的街毛下 有人天使父母 小心小心 小心点儿 我宝宝呢 我宝宝呢 后 后面呢 我宝宝呢 阿姨 阿姨领着她呢 喂 你多喝水啊 明儿 明儿中午开会 赶紧投 蒙上你的天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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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佑 谢谢你 小心手啊 保重 走吧啊 谢谢 上车 宝宝 宝宝 好 宝宝 再见 拜拜 宝宝 再见 阿姨再见 陈叔叔 拜拜 咱俩走了 前背不倒 灰灰 灰灰灰灰 灰灰灰灰 哎 你说 你别老自己听啊 你放下来让我们都听听 选手歌 别拦牙 好嘞 ises 我刚听你跟田叔一直在翻窗上唱这歌 你俩唱太难听了 半天没听出来这首歌 刚想起来 是这歌不 是 这歌你挺熟啊 熟 何止是熟啊 不熟能唱呢 熟 太巧了 我妈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 你妈喜欢这首歌 你怎么知道呢 她老放这首歌听 她老放 什么时候放 没啥事就放 谁没啥事就放 刷还洗脸都听是吧 对 你给唱两句呗 妈 你唱两句 你平时唱那么好听呢 让我们听听 唱两句 你们俩安静点 听原唱 每一片惊慌的落下 我都想去静静依偎 每一颗透明的露珠 吸取我沉淀的伤悲 来 先走 来 不用服 不用服啊 还不用服 都喝成这样了 还不服 不用服 没事 没事 真没事 走啦 手机忘了 手机忘了 不是 脑子真该吃药了 醒醒啦 我们快到了啊 喝清清 师父 停车 来 简总 您还忘了解释 什么呀 吃饭 什么吃饭 我没忘 我 我真没忘 不约好咱俩吃饭吗 我现在定 这都几点了 改天再说吧 没事 我给经理打电话 明天你接一下班 我明天还得加班呢 你的车我跟你靠路边停 还是怎么样 那车你就开回去吧 明天我让司机拿 不用 我们俩打车回去就行了 妈 这可是好车 你看看你儿子 不麻烦 好 讲究吗 讲究 妈 上车 慢点开 来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刚映出完我往家走呢 怎么了 小地瓜想你了 我想带他到上海来找你 那来呗 这样来之前你跟我说一声 我让司机去机场接你 你又最近干吗呢 上次那件事情以后 我一直觉得挺抱歉的 一直没好意思联系他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我没联系 要不你直接联系他吧 好吧 好 知道了 那行 那挂了 师傅 开车 师傅 好球 这个上海这对方出了问题 但是 朱远希说这打脸了 不是打手了 打脸了 没事 继续来 太晚了别看了 你赶紧去洗漱吧 为什么要这么打呢 弗雷戴特 一个人用强太累了 喂 你有 好久不见 馨儿好久不见 你怎么样啊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大事 就是 总是想起上回那件事 觉得特别愧疚 想找个机会好好补偿你 怎么是老同学 你就别这么见外了 你有 也只有你理解我 处处都替我着想 谢谢你 馨儿 你怎么这么客气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你要有事你就跟我直说 好 其实没什么大事 小地瓜不是快过生日了吗 我想给她办一个生日宴 也不知道 简红尘她是不是愿意来 我想请你帮我打听打听 如果她愿意来的话 我就叫上我们相熟的几个朋友 大家一起拒绝 好好热闹热闹 你还是直接打电话问她吧 我们最近没怎么联系 悠悠 我只信任你 简红尘也一定会听你的对吧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给她打电话吧 毕竟你们俩是小地瓜的爸爸和妈妈 她也会尊重你的建议的 她真的会尊重我吗 当然了 好 你又 谢谢你啊 我一会儿问问她 我尊重我 尊重我 尊重我 你们就是这么尊重我的是吧 你们就是这么尊重我的是吧 你还是需要尊重我的是吧 各位 ond舍在家工作en 老田来了 起得挺早的 老师好啊 老师好啊 老师好 Tašai 我一个没载到 我没载到 我没载到 查 Aer solves 你啊 我 managers Dos 老师好啊 这就登机中 我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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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简红书 你要把我吓坏了 下半辈子我会讹上你 我养你 哥 你也太狠了 我这心秃秃的 他需要多少时间 等一下 帮你走 接着快 接着快 快坐 张洁 不是 你学我什么不好啊 你学我在办公室睡觉啊 废话 我怕耽误开会 我俩能开会这么早过来 你醒醒醒了吗 你这是醉价啊 呼吐不开 丁总 爸爸 不是说好来之前 打个电话呢 出什么事了 不是有事说事 咱别哭行不行 我的工作 这问题 来 老官 飞机快 还是跑车快 小吉官 你看小叔给你拿什么来了 你看你是哪个 吃口豆好不好 我给你打吃啊 你离开职场 挺长时间了 好的东西都生疏了 这不怪你 那别想了 你不挣钱 不生得气 你不行 你就回家呗 踏踏踏踏踏踏带孩子 其他的我呗 其他的我呗 这样对你 对我 对小迪瓜都不好 不打算回深圳 也不打算留在上海 那你去哪儿啊 我想来想 还是回淋水吧 在我爸妈那儿 这样 也不会给你们任何人添麻烦 那不行 为什么 这不是最好的选择吗 别忘了以前 结婚的时候 怎么跟你们家闹的嘛 而且你妈 不是一个 很容易原谅别人的人 你说小迪瓜生出来之后 天然问都没问过 你要回去就不扒你一层皮啊 我从来都不后悔 这事我有责任 我都不扒你 要不留上海吧 这不好吧 我要是留下来 万一影响了你的私生活怎么办 我哪有什么私生活呀 我和小迪瓜留在你身边 这万一 你要是遇到一个心仪的人 这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我没有心仪的人 你别多想了 真的 真的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其实这么多年 我心里根本放不下你 咱们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咱们毕竟在一起那么多年了 你又是小迪瓜的父亲 咱们俩 能不能复唤啊 独角龙 大战小迪瓜的大黄龙 你有什么绝招 时光机 时光机 向国阵 倒下了 我又活了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行呢 我们俩离婚了 离婚的复官的多的事 为什么咱俩就不行啊 咱俩没有感情了 没有感情为什么要复婚 你有别人了吧 是不是因为你有 我就知道 能把你诱惑人这样的 只有他 我们俩没有感情 跟任何人无关 好 我明白了 我会带这小迪瓜离开 不会再来打搅你 我早上出来的时候 有点着急 行李 行李还在酒店里面存着 拿完行李 我就来接小迪瓜 你看行吗 鸽子 你看 你选一个 我给你别 我给你别一个小铅子 怎么样啊 我给你别一个小铅子 怎么样啊 别这个 你别说要是就别人吗 我给你帮我打顶你 你别说什么吗 我给你帮你帮我去 你给我帮我去 那我给你帮你帮我帮我去 就不要跟帮我去 我去 等我 喂 哪位 曹老师 我是陈青儿 什么 下午好 您好 我有预定 你好 程女士 我帮你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喂 馨儿 女佑 你在哪儿呢 不打叫你工作吧 我今天轮休 我在家休息呢 我明天到上海 想去你家找你 我明天得上班 那我下班以后跟你联系 好 那就明天再联系 我的好同学 一个是曾经的室友 一个是曾经的老公 我是多么信任你们 你们却背叛我 这样玩 陈青少跟你提复婚 你没答应啊 我能答应吗 也哭也没呢 有点反常啊这有点 是吧 爸爸 这个哥哥太笨了 你陪我玩吧 什么哥哥 那是你叔 你亲小叔 你老公啊 馨儿 曹老师 你们怎么来了 来 过来看看 什么 什么 这不家门口吗 陈青跟踪那俩 糟了 曹老师看见了 说要去您用家 给陈青做主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这 走吧 怎么了哥 去哪儿啊 带牌子 女幼 你怎么解释啊 曹老师啊 我们好歹算是同学 顺路送一下 这算什么呀 这么光明正短 昨天晚上我给你和简红尘都打过电话 你们俩异口同声地说很久没见过 你们要是没鬼 为什么要撒谎 宁佑 我觉得你有必要好好地解释一下 心儿 我之所以那么说 就是为了怕你多想 你还狡辩 我跟简红尘就是普通的朋友 我们去临水是为了帮田经也 你之前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你们俩关系特殊一定金水不犯河水 这叫怎么回事 不但两个人在一起还带着你儿子 怎么着 你们要一家人一起过日子呀 你要是不相信 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田经也 让他过来解释 好吗 宁佑 你们是我最喜欢的学生 我今天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指责谁 我是怕你们误入歧途 做出违背人伦道德的事情 你明白吗 就算是真的也没关系 知道错了改了就好 你和简儿是我最好的学生 不能因为这种事情闹成仇人 你明白吗 你要是还有一点廉恥之心 就当着曹老师的面承认你的错误 你们来得正好 你们来得正好 什么说 你们去临水 是为了给田经爷解决家庭矛盾 就是为了给我解决家庭矛盾 曹老师 这一切就是个误会 曹老师 你这么大岁 你说跑来跑去多麻烦 曹老师 你别闹了啊 回公司接 这都是你们商量好的吧 没有啊 田经爷 你用不着维护他们俩 他们俩要是没事的话 为什么要合伙起来骗我 说他们没见过面 那不是怕你误会吗 之前你丢人事你少干了吗 曹老师 你都听到了吧 她的借口跟您又一模一样 怕我误会 你们俩要是清清白白的 我有什么可误会的 昨天是被我抓到了 我没抓到的时候呢 指不定你们干出什么 出格的事情了 小姐 闹了 田经爷 我坐下 坐下 欣儿这么说有她的道理 我一直叫你们做人做事要光明磊落 可你们这样不得不让人怀疑 曹老师 我跟她离婚了 我不用什么事都跟她汇报吧 我们是离婚了 可是我们为什么离婚 因为你心里一直有别人 你在深圳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跑到上海来 美其明月说是为了工作 其实为什么 因为你们的时机到了 可以在一起了 还有你明佑 你和你老公什么时候离婚不行 为什么简红这一到上海你就离婚啊 这就是你们迅猛已久的计划 够了 走 走 够什么够 我说说真相你胖了是吧 红橙 心儿这么想是有她的道理的 毕竟你和您又曾经有过过去 我是你们的老师 我都知道都明白 正以为这样 你们才更应该注意自己的举止 曹老师 我们之间清清白白的 我们为什么要注意 您不能只听陈仙儿的一面之词 就这样质疑我们 还有你 陈仙儿 我们家和简红成家是什么关系 难道你不清楚吗 你为什么不把那些事情 也告诉曹老师呢 仙儿 你有什么事没跟我说 你为什么跟简红成离婚 这我并不清楚 但是曹老师跟田津也都可以作证 二十多年了 我跟简红成从来没有联系过 我跟我老公离婚 是因为他犯了经济罪 律师的证明 材料 我现在就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 所以陈仙儿 你刚才说的你的种种揣测 只是你自己脑子里面的意淫 你都没有把事实弄清楚 就在群里散播谣言 你还跑到我家来闹 你这是在侵害我的名誉权 你懂吗 退一万步说 就算我跟简红成在一起了 他男未婚 我女未嫁 我是违反道德了 还是违反法律了 哪条法律规定的 离异的男女就不能在一起了 你们凭什么在这儿说三道四的 行 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什么误会 要不 这事就这么算了 回头老师在群里发一个声明解释一下 都怪老师 没了解清楚就带着你到宁幼家来 你就别跟自己再过不去了好吗 曹老师 这么多年 我为什么一直跟自己过不去 为什么一直疑神疑鬼 因为到今天 我都不知道 解红尘她为什么要跟我离婚 你为什么要离婚 我跟她没有感情了呀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你胡说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为了你我可以当小偷 为了我 为了你我丢了工作 为了你我爸妈都不认我了 你说你跟我没感情 穷尘 你对我没感情 你为什么要接我去顺尘 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行 有什么苦衷你跟老师说 如果检红尘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老师给你做主 您好 请问您找谁 您好 请问宁术宁副总在不在 怎么了 宁副总一周前已经辞职了 他现在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 辞职了 辞职了 自从简红尘辞职以后 我和他就没有联系过 有一天 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公司 我现在怀疑 那次碰面 根本就不是偶然 而是简红尘精心布置的一个局 他跟我说 他来上海的目的 是因为他的公司 正在竞标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 而当时我们那么大的公司 根本就看不上他那种小公司 直接去吃门外 后来简红尘 话里话外的 一直跟我打听标书的情况 并且暗示我 让我向他透露标书的情况 我当然什么都没有说 接下来的几天 他每天都到公司来接我 请我吃饭 有一次 他在我面前哭了 告诉我 他创业有多不容易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的罪 所以 我替他把标书透露出来 我替他把标书透露出来